本期節目由FUNBOX贊助播出 嗨大家好我是MASTER 今天我們來開箱最新的 這個 基督平等人抽包第二彈 玩滿的飛龍號終於來啦 不曉得大家抽到了沒 不過沒抽到的話 其他的機體配色也不錯 有好幾台都想要上色收藏 這一次我們不如就拆成兩集來製作吧 這次我們就先來開箱兩台 分別是千王的飛龍跟紅色犀牛 那為什麼會這樣配 等等再來跟大家說明 我們就馬上進入主題啦 首先我們先來看千王的部分 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台瓶蓋飛龍DX 是採用當初OS機體的 猛爆飛龍號的設計 就連玩馬握機體的方式 也跟當初畫的感覺很像啊 等等瓶蓋飛龍DX的配色 就會朝這台彈珠人來做 那飛龍DX的圓形 是之前開箱的蝦子 相關的測試啊 可以回去看看喔 會使用蝦子當圓形 也是一開始就有給你線索 在設計毒蝦的設計圖中 也有飛龍的出現 所以沿用蝦子 也不是什麼奇怪的想法喔 那我們接下來先來把它裝起來 再來看看它們兩者的差別 這個是核心 裝甲 然後還有它的貼紙 這個貼紙一看啦 就是跟原本的毒線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先來把它的核心裝起來 好 核心的部分就長這個樣子 平身是透明黑的連色型 然後彈爪的部分是控制型的 這樣子的搭配呢 就能夠讓你在之後裝上彈夾 沒有問題 好 我們接下來把它的裝甲也裝上去 好 那麼裝好之後就長這個樣子 我們搭配上之前的蝦子一起來看 可以看到這個飛龍的裝法 有特地把頭上的腳往後彎 跟毒蝦做出一點區別 不過其他的部分都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金獸裝甲我就不另外裝了 因為它就是一隻全黑的蝦子而已 搭配上這個貼紙部分的話 其實已經夠繽紛了 直接貼完就會非常的好看 我們接下來再來看看犀牛的部分 好 這樣子看的話 其實犀牛的配色也是非常不錯的 我們直接來看看它組好的成品 好 紅犀牛的部分長這個樣子 整體的部分都是差不多的 只有核心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需要看犀牛變形的部分 也可以看之前白犀牛的測試喔 這台除了改變顏色最主要就是核心的部分 從之前的控制型變成平身速度型 然後彈爪威力型 對於改裝來說是最理想的狀態了 顏色這樣搭配的話 看起來是非常的好看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瓶蓋的樣子 也是一樣只有改變顏色 其他都沒有改變 後面是這個樣子 好 那為什麼會挑這兩台一起開呢 其實也算是私心啦 當初玩馬在製作這台猛爆飛龍號的時候 因為受了玉霧的影響 所以也加強了威力的部分 這個紅犀牛的加彈器是威力型的 然後裡面的橘色橡膠 也補了一下這台飛龍DX缺的橘色點綴 所以等等要把這兩個假彈互換 這樣子飛龍可以裝彈夾上去 能夠有威力 就符合當初猛爆飛龍號的設計出眾啦 我先直接來把它換過來 好的 全部換好就長這個樣子 我們後面也來幫他裝了這個底座 讓他發射的時候可以變得更穩 然後我們把角的部分 也把它重新安排了位置 把這邊換成了短的角之後 看起來不會這麼的突兀 好 我們接下來幫他測一下速度 來 首先第一發 準備 3 2 1 21.19 發射的手感非常的順 而且速度真的是很快啊 再來第二發 3 2 1 20.64 隨隨便便都可以超過20公里沒有問題 然後我剛剛有量了一下 這橡膠跟塑膠兩邊都是一樣寬的 所以不太會有漂移的問題 我們接下來再來試試看這個連射的手感 來 瓶蓋填充 好 一共可以填5發 發射預備 開始 OK 連續發射非常順暢沒有問題 多加這個底座之後 真的是可以變得更加的穩固 那都測試完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把它拆下來洗一洗 準備來幫他做上色來提升質感 來 上沙拉脫水 把這些要上色的 通通把他丟進去 好 給他泡一下 Be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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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最后来做个总结 首先感谢比特7提供新产品钢琴黑给曼斯德试用 这个时机真的太刚好了 让这个瓶盖飞龙DX可以直接拿来涂装 效果真的是很好 就算是干了不喷亮光漆一样是非常的亮 勇哥说除了这个超亮的钢琴黑之后也会出钢琴白 两款都会帮大家稀释好 拿到就可以直接喷哦 而且大容量100ml不用怕喷到一半就会不够用了 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照正常的方法去喷涂 随便喷就随便亮 放置20到30分钟就可以继续来做叠色的动作 或是直接维持原本的钢琴黑质感 目前这两款都还没开始招单 最新的消息可以关注勇哥的脸书页 我把连结都放在说明栏里 别忘了也看看其他厉害的底漆与精油哦 最后勇哥也要给麦斯德的观众一个礼物 只要购买比特7全系列满300元 然后输入麦斯德的专属优惠码VIP888 就会赠送一瓶最新的树干溶剂试用品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那我们再把这个焦点转回瓶盖人 这次的上色都是以猛爆飞龙号来配色 所以背后的这边都改成了金属蓝 看起来更加的还原 这次也保留平身的透明黑 这样也跟装甲的钢琴黑有颜色的对比 贴纸全部贴完之后 感觉贴纸还是需要再丰富一些 这样会比较好看 不过整体看起来也是很满意啦 下次再来上色处女座的部分 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按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掰掰 soup ensuite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